上个月,本已经分手四年的明星情侣杨子,秦俊杰被一狗仔蓄意剪辑了两人同行聚会的视频,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二人疑似复合的消息。 无奈,就在复合言论准备发酵时,秦俊杰率先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起来,然而,这看似打破谣言的行为,却并不让网友买账。 原因有三,第一,事发后并没有人指责他,都一致谴责造谣的狗仔,第二,也没有人去骂他的剧,因为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有新剧,14岁就给周润发演儿子,与周杰伦做兄弟的秦俊杰,难道现在已经要靠炒钱女友的旧文,来为自己吸引流量了? 对在几个知名大导演作品中走红的女演员,大家总习惯性地称她们为某女郎,逢女郎,轻女郎,而这个娱乐圈里,被称为某男郎的,就只有秦俊杰一人了。 第一次拍摄影视剧,秦俊杰就幸运地参演了当年耗资不菲,人气极高的电影,满城近代黄金甲,与周润发,巩丽,周杰伦,刘烨等诸多大咖同台。 十四岁的秦俊杰倒是出声牛犊不怕虎,没有演出经历和学习过表演的秦俊杰,能在那时候成为某男郎,背后离不开他姐姐李悦的推波助澜。 据说,当时秦俊杰饰演的三皇子这个角色,本该由黄轩出演,不料张艺谋中途改写了这个角色的年龄,就不得不另找他人。 直到2016年,一部《青云志》在暑期档里打破沉默,作为主演的秦俊杰,再次成为焦点。 《青云志》剧照,不过,这个时候的秦俊杰,不仅仅是在事业上得到了收获,2017年2月16日,杨子先一步公开了两人的恋情,例如,秦俊杰邀请杨子到自己的粉丝群里聊天,结果,因为他自己的言论不当害的杨子,被自家粉丝追着骂,路漫漫其修远兮,期待新剧的同时,也希望秦俊杰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吧。